阿根廷卸任副總統菲南德茲 9月1號晚上在自家門口 邊握手邊穿越重重支持者時 群眾中一名男子近距離對著他的頭 舉起槍扣下扳擊 但子彈並未擊發 菲南德茲的隨乎馬上用身體阻擋 其他人則將男子推開制服 這名巴西級的嫌犯也隨即被警方逮捕 犯案動機仍在調查中 阿根廷總統公開譴責 說這是阿根廷回歸民主後 最嚴重的事件甚至宣布 全國放假一天展現支持 69歲的菲南德茲本來是阿根廷第一夫人 曾經在2007年到2015年 擔任兩任的總統 不過任內推動的多項政策 被批評導致阿根廷經濟破產 他還在八月二十二號被指控 在擔任總統期間貪污 並且涉及轉移公共資金的計畫 被檢方求刑十二年 恥奪公權終身 廢南德茲表示自己受到司法迫害 而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阿根廷民眾 走上街頭或是聚集在 廢南德茲家門口表達對他的支持 華社新聞多喜馬多高便宜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